好,再來我們要考慮一個請問,老師您做好的這個群組 目前你看設定裡面是不是非私人的 所以只有你知我知,別人找不到 請問你要怎麼樣讓別人進到您的 就是您的同學也好,或學生也好,進到你上課的這個群組 公開是一種方法,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喜歡公開 對不對,或者說您覺得這個資料,我研究的很辛苦 我不希望就是這樣就流出去,您也可以來這邊 您看我們右手邊,有沒有叫產生代碼 是的,有那個號碼的按下去,就可以怎麼樣,加入我們 那如果您覺得這個號碼,因為有些人比較忌諱這個字 你就會說,不然又重來,抽到你喜歡為止 這樣了解齁 抽到你喜歡,那同學有這個代碼,他能夠怎麼做 來,您看一下,您看我把它弄好了之後 有沒有,右手邊現在變這樣 好,那如果我從我這邊,我就同學在群組這邊 因為他已經不是公開了,就不能在開發線這邊找 要到群組這邊,這個時候一樣是按加入 有沒有發現有個群組代碼 所以你只要把代碼公告給同學,讓他加進來就可以了 至於說,他要不要一定用註冊的,那就看您 因為用訪客也是一種方法 不過訪客有一個限制是他收不到E-mail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有個訊息要公告給大家 這裡不是有一個叫傳送電子郵件嗎 他不會收到,因為他是用訪客 等於說他系統裡面沒有他的E-mail資料 這個是訪客一個限制 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都一樣,所以您就可以像這樣 那等到同學都進來了 在這邊,這裡有成員 像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有成員的部分 有42位了 如果假設這位同學,你知道他是誰 他不改,你自己幫他改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等到都加入了,您有幾種選擇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代碼清掉或換一個 等於說,反正你都加退選了 那應該知道,老師要放狗咬人 開玩笑,就是說 如果你怕說人家知道這代碼又進來 那你不需要你開課受到干擾 你就把這代碼清掉 那就代表這個課程別人都沒有辦法再繼續加入了 那如果你想要繼續開放,你就再產生一個新的 舊的進不來 假設他拿的是舊的代碼是進不來 這個是針對 如果您課程屬於不公開的部分 就可以像這樣去做 其他的包括檔案、連結 其實事實上都是類似的概念 比如說你有跟我們教學比較相關的這個網站 你可以從這邊把網址貼進去 或者從別的群組裡面把它複製過來 那甚至相關的檔案您比較常用的 您就從雲端硬碟 或者是直接用複製的 有沒有發現他的使用邏輯都是相同的 所以您再用的話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 太大問題 這樣OK嗎 所以整個OneNote的一個使用情形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大致上像這樣 那最後補充一個就是我們在這邊 如果您像我目前做的群組一樣 您希望我可以把所有的統計資料 公開給同學看的話 您就到這個任務裡面的設定 到這個設定把它公開 這樣有沒有就公開了 你可以選擇讓同學查自己的 也可以全部的 如果是全部的 它就像你看到就等於是我看到的 自查在這邊 好那我把畫面還給您囉 請您先試看看